人生之余是恶本已过,人生之恶是上谈人祸,人的一生是短的,但如果非烈的过这一生,就太长了,人生的刺,就在这里,留恋着不肯快走的,偏使你所不留恋的东西,矛盾是智慧的代价,这是人生对于人生光开的玩笑,人生太长,我们怕寂寞,人生太短,我们怕来不及,你是什么人便会遇上什么人, 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人,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,就是你的人生,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,我多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,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 有些人毕生所追求的东西,往往是另一些人与生就聚来的东西,而当人生间走到尽头时,也许,毕生追求的人得到了所渴望的,而与生聚来的人,却失去了他们仅有的,平庸的生活使人感到一生不幸,我懒怪这儿的人生,才能使人感到生存的意义,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,他在什么程度上,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,生命如同一年,其价值不在于长短,而在于内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